今天和各位一起查看到上帝话语题目是 我们全知全能的上帝 以此主题和各位一起查考一下上帝的话语 上帝原本具有怎样的能力 那些能力为何受到了限制 为何穿肉身来到了这世上 借此时间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请一起翻开和西亚书六章三节话语 我们勿扰认识耶和华 竭力追求认识他 他出现却如晨光 他必临到我们像干雨 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看一下六节 圣经中说 我喜爱良善 不喜爱祭祀 喜爱认识上帝 胜于反计 这就是上帝的旨意 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上帝 可是 人们却总是以自己的想法去理解上帝 那么 我们就通过圣经记录的话语 来确认一下上帝的能力 看一下创世纪一章一节话语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这说明 这地球 这天地 都是谁创造的呢 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各位 都相信此话语吗 上帝在空虚混沌的世界 创造了天和地 在接下来的四节中 又出现了上帝 创造光和暗的施工 是吧 上帝看光是好的 就把光暗怎样呢 分开了 上帝称光为昼 称暗为夜 上帝不仅创造了光和暗 还创造了空气以下的水 和空气以上的水 各位 通过这些 我们要清楚地掌握和理解 上帝拥有怎样的能力才行 这位全知全能的上帝 就是从太初存在的 埃洛西姆上帝 父亲上帝 母亲上帝做的所有施工 都这样记录在创世纪之中 看这里可知 上帝不仅创造了光和暗 还创造了各样树木 创造牲畜 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使它们各从其类 经上说 上帝一一创造了这一切 那么各位认为 上帝在这地球上 创造的生命体 有多少种呢 科学家们称现存的生命体 大约有一千万种 在一千多万种生命体中 今天和各位讲一下 非常小的寄生虫 寄生虫一词 虽然给人一种不太正面的感觉 但寄生虫这部电影 却荣获了美国奥斯卡金像奖 今天我想和各位 讲一个关于寄生虫的故事 各位听说过蚂蚁寄生虫吗 蚂蚁非常小 但在蚂蚁的生活中 也存在被寄生虫控制的稀奇事 据说蚂蚁会像人一样 早上出去工作 晚上时下班回家 他们的生活非常规律 但在下班的蚂蚁群体中 偶尔会发现几只脱离队伍的蚂蚁 爬到叶片顶端 挂在那里 因为蚂蚁是过集体生活的昆虫 所以这种个人行为是非常罕见的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进入蚂蚁头部的寄生虫 在操控它的大脑 蚂蚁是生来救过集体生活的昆虫 但若是被那种寄生虫感染 就会做出这种奇怪的行动 这是寄生虫 为了进入牛羊体内进行繁殖 而操控蚂蚁的行为 牛羊会吃草 所以会将挂在叶片上的蚂蚁 也一并吃下去 当蚂蚁在牛的消化器官中死亡后 蚂蚁寄生虫就会马上移动到牛羊的肝脏 进行繁殖 过了一定的时期后 这些虫卵就会随着牛的粪便 一并被排泄出去 排泄出去后 蜗牛会吞食粪便 这时虫卵也一并被吞下去 寄生虫在蜗牛里面度过幼虫期 它们为了从里面出来 而向蜗牛的肺部聚集 蚂蚁寄生虫从卵中孵化 和发育后 开始转移到蜗牛的肺部 它们在那里作乱 让蜗牛发作 因为它们的作乱 导致蜗牛肺部发痒 最终使蜗牛打喷体 蚂蚁寄生虫附着在蜗牛的粘液球上 通过蜗牛的喷体全部喷出来 我们并不是在上科学课 蚂蚁的大脑大概只有一个句号 一个点那么大 那么我在蚂蚁大脑中的寄生虫 会是多么小呢 肉眼几乎看不见 它们究竟以怎样的大脑 动了那样的脑筋 真是让人惊叹 寄生虫从蜗牛里面出来后 被往来的蚂蚁看到 蚂蚁以为被粘液球包裹住的是食物 而将此搬回食物储存区 最终吃掉 羊或牛的肝脏 就是蚂蚁寄生虫的故乡 因此 它们会重新回到那里 不断重复这种循环 各位若是看到蚂蚁挂在叶片顶端 就可以判定 这只蚂蚁已经被蚂蚁寄生虫感染 今天我为何对各位说这些呢 是因为上帝创造的 一千多万种生命体中 那么渺小的 肉眼看不见的蚂蚁寄生虫 它的生命循环原理都如此惊人 我们的上帝非常了不起 不是吗 通过这所有的内容可知 我们的上帝不仅创造了极其微小的世界 还创造了无比巨大的世界 上帝所成就的事工真是伟大 让人不得不感到惊叹 上帝成就的世界 上帝亲自创造的世界 无论是微生物还是人类 亦或是动物世界 都充满了神秘 怎么会这样 这么小的寄生虫 如何能操纵蚂蚁的大脑 让蚂蚁做出这样的行为呢 这是谁的智慧 谁的能力呢 只有我们的上帝 有这种惊人的 了不起的能力 上帝一一创造 并管理着 一千多万种生命体 并将盼望归回故乡的天性 放入万物之中 因此 无论是信上帝 还是不信上帝的人 他们都有与生俱来的渴望 想要归回祖出之地 因此圣经中说 上帝赐给着人类 向往永生的心 不是吗 通过这些内容来看 那些说上帝不存在的人 真是愚昧的人 是谁做了这样的创造呢 寄生虫 不会一出生就决定说 我们过这种生活吧 这种循环生活 不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决定 蚂蚁 试过集体生活的昆虫 可他们为何擅自离队 挂在夜间上呢 后经 昆虫学家研究发现 只有那些 被蚂蚁寄生虫感染的蚂蚁 才会有这种行为 当牛羊吃草时 会将蚂蚁一起吞下去 蚂蚁借此 进入牛羊的胃里 这时 寄生虫就会出来产卵 这些虫卵通过动物的排便被排泄出来 寄生虫 能自己设计并完成这个过程吗 由此可见 上帝就是设计此系统的人 即便 是如此微小的事物 上帝也给予关心 将自己的能力 赋于其中 想到此 就会忍不住感叹 我们的上帝 真是了不起 那些 说没有上帝的人 真是愚昧 借着这些内容 我们自然就能感觉到 创造万物的上帝 是多么伟大的人物 看一下诗篇 十四篇 一节话语 于完人心里说 没有什么呢 没有上帝 他们都是邪恶 行了可憎悟的事 没有一个人行善 耶和华 从天上垂看世人 要看有明白的没有 有寻求上帝的没有 他们都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污秽 并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 他们吞吃我的百姓 如同吃饭一样 并不求告耶和华 他们在那里 大大的害怕 因为上帝 在异人的族类中 那些说 没有上帝的人 都是鱼丸人 这种微小的世界 甚至眼所不见的 微观世界中的生命体 上帝也都一一 赋予了他们 各自的作用 给予了他们 一定的能力和智慧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上帝吩咐 陆地上要有牲畜 就有了牲畜 吩咐 要有各种植物 就有了植物 要有树木 就有了树木 虽然创世纪中 简单概述了 上帝的创造职工 但若查看内部 会发现 上帝创造了 千万种形态各异 千姿百态的生命体 我也常常说 来到西安中的家人 没有一个人 长得和别人一模一样 上帝没有用机器 批量生产人类 而是亲自一一创造了 每个人 甚至还创造了 蚂蚁寄生虫 它的学名为 柳叶刀甘西虫 即便是如此渺小的生命体 上帝也赋予他们 不同的大小 形态和模样 看这些 也能感受到 上帝对地球 倾注了多么巨大 了不起的感情 因此 最愚昧的人 就是说 没有上帝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人们经历战争的浩劫后 心想 若上帝真的存在 会发生这种战争吗 所以 他们以此为主题 召开了一次演讲大会 许多人 参加了这次演讲大会 其中一位天文学家说 我长久以来 用望远镜 观测遥远的宇宙 但 从未在任何星球 看到过上帝 因此 上帝并不存在 他下了这样的结论 接下来 一位医生 走上了讲台 这位演讲人 也是为了主张 没有上帝 而上台的人 我是解剖学专家 在每次的解剖 和手术治疗中 从未在心脏中 发现过灵魂 在开颅手术中 也从未在大脑中 看到过上帝 所说的灵魂 因此 灵魂不存在 这不也间接证明了 眼所不见的上帝 也是不存在的吗 他说了和诗篇 十四篇中的 鱼丸人一样的话 当时 在场的所有人 几乎都鼓掌 赞同说 确实如此 最后 他们对听众说 请各位提出 你们的意见 留出了一段 提问的时间 但却没有任何人 提出异议 因为他们 二人的演讲 非常有说服力 而且又有科学 为他们的论点 做依据 但这时 有一位老夫人 走上了讲台 她说 我想问天文学家 一个问题 天文学家 您能用望远镜 看到风吗 天文学家回答说 风是看不到的 怎么可能看到风呢 那么 你怎能用 连风都看不到的望远镜 去寻找 全知全能的上帝呢 你至少 要有一个 能看到风的望远镜 才有资格讨论 上帝是否存在 不是吗 天文学家的脸色 顿时变得 轻一阵 红一阵 然后 他又问了 医生一个问题 请问这位医生 您结婚了吗 医生说 结婚了 那您有孩子吗 他说有 那您 爱您的妻子 和孩子吗 当然爱 真的爱吗 真的爱 那么爱 它是在心脏里 还是在大脑里 还是在嘴里呢 爱在哪里 请你找出来 给我们展示一下吧 然后 他拿来一把小刀说 爱在哪里 给我们看看吧 因为这位机智的老夫人 在场的所有人 都改变了 没有上帝的想法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真实存在的一次演讲 今天 我们通过 微观世界中的 蚂蚁寄生虫 也能明白 上帝必然存在的事实 以及 上帝创造的全能和手段 不是吗 我们的上帝 真的非常了不起 非常伟大 如此伟大 了不起的上帝 来到这世上 完全可以当场 惩罚恶人 也可以让那些 不信上帝的人 马上信上帝 上帝拥有这种能力 和全能 可是 这样的上帝 却在两千年前 穿着肉身 以耶稣之名 来到了以色列地 看下西部来书 看下西部来书二章六节话语 但 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 比谁微小一点呢 比天使微小一点 赐他荣耀 尊贵为冠冕 并将你手所造的 都派他管理 叫万物 都扶在他的脚下 既叫万物 都扶他 就没有剩下一样 不扶他的 只是 如今我们 还不见万物 都扶他 唯独 见那成为 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 荣耀为冠冕 叫他 因着上帝的恩 为人人尝了死味 我们 是因为罪 而穿上肉身 来到了这世上 但 没有罪的上帝 若想穿肉身 就要以 不如天使的能力 才能来到这世上 因此 许多人都说 若是上帝的话 不仅要能做这个 还要能做那个 要能腾云嫁雾 能做人类 不能做的任何事 只有这样 才能相信 他是上帝 不是吗 各位 耶稣是为何 来到了这世上呢 是为了拯救我们 为了赦免 我们的罪 而来临 不是吗 我们是天上的罪人 上帝若对我们 置之不理 我们就只能死亡 只能坠入 永远的地狱刑罚中 上帝因为 可怜我们 为了拯救我们 而穿着肉身账目 来到了这世上 上帝 将天上 所有的能力 置于身后 以不如天使的样子 来临 我们继续查看一下 二章十四节话语 儿女既同有血肉肢体 她也照样亲自成了 什么呢 血肉肢体 即穿上肉身 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 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 一生因怕死 而为奴仆的人 她并不救拔天使 乃是救拔 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 她凡事 该与她的弟兄相同 不要在上帝的世上 成为慈悲 忠信的大祭司 为百姓的罪 献上挽回祭 她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说 儿女既同有血肉肢体 她也照样亲自成了 血肉肢体 为了败坏魔鬼 来到了这世上 即便是拥有 伟大能力的上帝 却为了拯救我们 甘愿限制自己 在天上行使的 所有能力 以不如天使的能力 和地位 来到这世上 所以 她不仅 背定十字架 还受 被造物的击窍 遭受了 与我们人类 同样的肉身之苦 受人辱骂 被称为 拿撒勒一端 即便如此 她仍为 寻找真心悔改 能听懂上帝声音的人 每天到这城 那城传道 为了传达天上的声音 在两千年前来临的父亲 我们在马太 马可 路加 约翰 四福音书中 能看到当时的状况 不是吗 一起看一下西伯来书九章 看九章 二十七节话语 按照定名 人人都有意思 死后 且有审判 像这样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她的人 第几次显现呢 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为了拯救心爱的西安儿女 上帝第二次来临 这是异常艰难的决定 因为在这里 她曾被排斥 背顶十字架 被击翘 受逼迫 第二次再来 受这种对待的地方 绝不是容易的事 父亲母亲 绝不是因为没有能力 才默默承受恶人的击窍 毁谤 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 我们的上帝才行 上帝拥有极其伟大的能力 但是上帝之所以遮掩 隐藏 限制这种能力 来到这世上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们在天上所犯的罪 我们务必要铭记此事时才行 因此 上帝通过给予 使徒约翰的启示 在启示录22章中 小玉说 在我们回天国的道路上 必须要有圣灵和心腹的引导才行 看22章17节话语 圣灵和心腹都说 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 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圣灵和心腹说来 这是指 让人们走向父亲母亲的意思 所以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 正尽情享受 新约真理的生命水 对此话语 我们心中若存有一丝 但我认为的想法 那我们就会脱离 上帝所进行的救赎计划 因此 圣经中才会有 要顺从上帝话语的内容 不是吗 圣灵和心腹 为了拯救我们 以不如天使的样子 来到了这世上 为了教导我们得救之路 穿上了肉身 对于上帝 这伟大的恩典 爱与决定 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 因为是上帝 所以才这样做 当然 而要认识到 上帝 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 才做了这样的决定 并毅然实行 希望各位 能顺从父亲母亲 小玉的道路 度过 得以丰丰富富 进入永恒天国的人生 以此结束 今天的话语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